大家看看昨天日常大游行 还有李登辉前总统 昨天是怎么样说的 民国87年迁秦马英九的手 李登辉以计划把马英九送进台北市政府 事隔十多年 马市长变成了马总统 为了反对ECFA意中市场 李登辉顾虑的不再只有往日情 战上发言车 李登辉会用过来人经验 点出马政府错误政策 李登辉话越说越辣 站上凯道主舞台 这句话更让626游行定调 大雨滂沪中警官已经将近90高龄 回温5年李登辉再度走上街头 年迈体力抵不过对台湾未来忧心忡忡 更看得出老人家一句五都权银 在政治上的精准计算 三立新闻参考报道 李登辉昨天是痛批马政府说签订ECFA会让中国把台湾吃掉 还说要五都权银弃马保台 那么对于李前总统的批评 马总统今天是没有多加回应 那么行政院长吴敦义就反驳说 这个农产品的开放全部都是在李扁时代啊 但是呢马总统却替台湾人民守住 而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也按批李前总统 他说爱台湾哦 真的不能够只是说说而已哦 我们也来看看 李前总统说啊 要选台湾人气马把炮台 你这样说吧吗 一听到记者要问李前总统重炮痛批气马保台 马总统一脸凌重快闪不回应 反倒是行政院长吴敦义 以及国民党荣誉主席吴伯雄反批李登辉 马首的我们的利益 前面那两位开门让人家攻进来 那谁长谁短啊 如果当时我们做亚太营运中心 今天就不会这么辛苦 今天这么多的行业就要被客关税 就不能跟区域经济相结合 那现在做坏的做的糟的 反而来怨恨那个认真做的公平吗 对说话的自由我们表示尊重 但是我相信大家都是爱台湾的 但是怎么样爱才是正确的爱台湾 而不是嘴巴说爱实际上害了台湾 李登辉出手游行中登高一呼 在政坛引起连衣 反倒是亲民党主席宋楚瑜 直指马总统才要听听人民声音 執政的这些少数这些所谓领导人 没有能够了解得到台湾民众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感觉到非常惋惜 ECFA大游行李登辉炮火四射 三新闻综合报导 好 那民进党主任的这场反ECFA的游行 到底明天